一来有民众在罗东转运站附近 发现了有一栋位于透天错顶楼的割舍遥遥坠 不但是铁皮底下的脚架袖石还断裂倾斜 就怕风如果一大的话 整间割舍恐怕会砸了下来 真的是非常的危险 赶紧PO文求助 眼前这栋透天错屋顶夹盖的铁皮割舍实在好可怕 铁皮屋脚架严重生锈明显倾斜 从另一个角度看远远望过去 整个向后岛看起来摇摇欲坠 附近住户看了实在心惊惊 那个样子我给你台湾是这几年台风没进来 那个样子那个小工营一定下来 你那边又没有挡风 你自己看没有挡风 这么高一定下来 令人担忧的割舍就位在宜兰罗东转运站附近 民众PO文表示该栋透天错屋顶有间铁皮屋 看起来像是违剑 不但脚架袖石还断裂倾斜 就怕台风一来整个会砸下来 希望有人能帮忙反应 因为这样都没有再用了 我们一直想处理 因为都像去年天气也没有很好 一直没有弄 我们也会尽快处理 屋主说现在已经没有养鸽子 铁皮屋也闲置已久 但实在因为天气问题延宕处理进度 就怕真酿成危险 宜兰县府表示将会派人到场了解 若涉及公共危险 屋主优美改善将会开罚6到30万元 甚至必要时会要求拆除确保安全 记得张凯婷一来报导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